今天八戒出这样一个星期天 给大家重点分为几期节目 重点聊一下每股期权当中 更加复杂的交易策略 更加复杂的交易组合 在上一期节目 八戒重点跟大家聊了一下 什么叫做背对卖出看涨期权交易策略 也就是说当你持有100股的正股 或者是对应份额的正股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通过sell call这种方式 赚取这只股票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猛烈的一个涨幅 在这之前八戒给大家详细做一个介绍 那么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八戒的上期节目是描述的非常清楚 如何在股价短期剧烈上涨的 然后又会回调的情况之下 去靠期权方面赚取这种短期的收益 你们又不打算卖出你们的 以上这两种期权交易方式对应的 相当于当你持有正股 不管是多头还是空头 你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期权 作为你的正股的仓位进行一个对冲 也能够靠时间赚空间 赚取这样一个波段的差价 因为当你们去做sell call和sell put的时候 时间就是你们最大的朋友 时间是你们最友好的朋友 因为时间每一天过去 你们都能够赚取相应的权利金 而在未来只要你们判断对的这样一个方向 能够很好的保护你们所做的多头和空头的仓位 也能够增大你们最大的这样一个多头和空头仓位的这样一个收益 以上这两种方式八戒就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你们持仓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灵活的运用 那么这当中这些风险我是不建议大家继续的扩大化 比如说当你们只持有一百股的正股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sell掉脸张期权 当你们持有一百股的卖空的这样一个仓位的时候 也不要去sell put两张的这样一个期权合约 因为对应的你们的风险会被成为倍数的这样一个放大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那么有想跟八戒交流讨论的小伙伴 请在底下评论去评论 或者是给八戒私信 喜欢八戒的朋友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感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